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HoloCore進行了一個超級大更新喔 到底更新了什麼類型 還有該怎麼安裝呢,今天分享給大家 首先呢,來到柱子提供的網頁喔 這邊在影片下方的敘述也有這個連結 拿到裡面之後呢,拉到最下面 這邊有兩個下載方式 有一個呢,是以前一樣的這個壓縮擋力IP 那另外一個這一次新增的是一個安裝的版本 如果是上面的安裝版呢 如果之後遊戲更新的話呢 就可以在遊戲中自動更新了 那如果立IP的話就是更新之後 你還要在同一個網頁再重新下載一次 所以我們這次可以來試的來做一個安裝版本的示範 下載後,安裝完打開它的HoloCore Launcher.exe呢 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那我們這邊還沒安裝遊戲 所以按下面的安裝 如果你不能安裝的話呢 要用系統管理員執行這個程式 那目前就在安裝中囉 並且不用擔心你之前遊玩的紀錄跟進度呢 都會保存都會繼承到現在的新版本 如果你安裝失敗或是不會安裝的話呢 還是一樣可以下載之前的 VIP壓縮檔來進行遊玩 目前最新版本呢是0.4 可以在左下角確認一下你有沒有更新成功喔 那這次更新的什麼東西呢 首先是角色新增了 除了之前伊恩組的10位之外呢 再來是JP組的Gamers4位 居然還有0提升的5位 一次新增的9位角色 超級大提升 這邊抽到的角色呢 一樣是提升全能力1% 那最多可以提升到20% 那之後呢還獲得一個眼淚 這個眼淚呢可以換造型喔 這次新增的東西是新的服裝 我們來試抽一下Gamers 來了Debut出道 喔是狗狗抽到狗狗了 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喔又抽到直接重複 我們錢剩1萬4 之前沒有留很多錢下來 沒有有了 Gamers也是9位耶 我之前他沒有存個3、4萬的話 可能抽不起喔 抽得起嗎 喔Fubuki有了還剩下小周 我們先把Gamers抽出來 Gamers抽出來 喔有了 4位都抽到了 OK 那重複的話 他是直接 直接多一個眼淚耶 下面還有一個兌換 這邊是用眼淚去換他們的造型 居然有黑上耶 兩個造型 然後沒有這個大概要 要點下去才知道 他會有不同的衣服 然後這邊要花7個眼淚 所以他眼淚呢是綁定每個抽卡池的 就是你要換Gamers的角色的服裝呢 就是要在這邊多抽一點 抽到重複的才有 所以這邊我們來抽一下 呃林奇生 我們大概會把錢抽完嗎 喔 阿滋奇 有了 再來 還有誰呢 Miko也抽到了 沒有重複很棒 Miko重複了好 再來 阿滋奇 哇 重複那麼多 喔 蘿蔔蔔有了 再來 SOLA跟 SOLA呢 沒了 我們現在錢不太夠 這邊還添加一些被動能力 有一個成長 你的角色主武器 還有你的特殊招式呢 會隨著等級上升 每個等級好像提升2%的傷害喔 那另外這個重複好像變多了 之前是不是只有3次阿 現在有提升到5次 左下角有一個強化的鐵錘 你的強化成功率呢 每個等級會提升3% 那這邊可以提升最多是15% 還有一個是護盾防禦率增加 每個等級呢受到傷害減少3% 最多也是15% 再來是GINRAKE無效 這就是抽到重複的時候 角色能力會增加 那這應該是一個挑戰型的 所以可以讓那個提升的效果歸零 那右邊這個哈扣模式 這個之前大家都會亂點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想說 欸血量怎麼只有1碰到就死了 那現在多一個骷髏頭的圖示 讓你不要太亂點 那右邊就是把所有的錢都防回來 所以大概在這樣多了3、4個 那武器庫呢 哇哦 多了14個新東西 那有些武器呢 有一些也是這種 飾品類的東西 防具類的 那一樣 有很多組合武器哦 光看一下呢 大概有4種 應該是有4種新的組合武器 另外這次來新增了一個全新關卡 第二關 Stage 2 你的金幣量獲得是1.2倍哦 但他一開始是鎖住的 我想可能還要再過關一次 之前過關的可能就沒有記錄到 那這邊還要再重新過關 第一關應該就可以解鎖第二關了 好的以上呢就這次的新更新的情報啦 先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們之後呢 要好好賺錢一下把角色全開 然後去第二關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可以趕快去玩玩看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